大家好 我们继续 研究 山腾画中 树的表现 树的组合二 两株树 放在一起 上节我们讲了一棵树 要追求个齐 齐特 两株树呢 结合要有主宾 以一棵为主 另一棵为伏 那么怎么个一棵为主一棵为伏呢 也要有 高于矮的 高于矮 然后 大于小 大于小 辅于仰 弯于直 弯于直 前于后 合于开 合于开 左于右 向左向右 向左于向右 平头 平头与蕊头 有根与五根 龙与淡 点叶与夹叶等变化 所以说两株树放在一起 还有很多 要求 主要是主于冰 这关系 有很多 要求 肯定是两株树不能一样 然后 你看一看 有根鱼梗 龙与淡 点叶与夹叶 哎 哎这么十多种变化 如果两株树 啊 两个树头都向外 这其中呢必须要有小枝联络 不得呢 相悲无情 如果两个树头都向外 那么中间就相悲无情了 怎么办呢 要有小枝联系 两个树树还不能都平等高 这要求高矮的变化 没有 有了 这是一棵树向这边 另一棵树向那边 这两个向背 但是中间有联络 这一棵树向那边 这棵树向那边 我们这两棵树看一看 然后一个弯一个直 树头向两侧向两侧分 中间又联络 中间的直连在一起 互相顾盼 所以说我们画这个树时候要注意 这个关系 如果这个用点叶这个用夹叶 这就区出来了区分出来了 然后点叶夹叶 浓淡变化 这两棵树肯定不一样 然后如果一棵树点叶 那就是用一个横笔一个直一个树 直笔 直笔点 不用用两种叶子 然后或者是浓淡变化 好了 我们也拿出纸的练习练习